每晚七点整 小谷东东敲 济南爱荣整形美容医院 提醒您每晚七点准时收看都市新女报 前两天呢 报到了一个大胖子 高扬 三百多斤小四百斤 胖的 转扭不动了 媳妇都相信她都不合得过了 找到那教统还终于健废医院 说现在了不得了 怎么了 你在现在绝对扔不出来的 瘦了 能出院了 都不是一般的瘦我看了 是一般的瘦 你看看吧 她叫高扬 来自大连 这张照片是她减肥前后的对比照片 简直判若两人 提起曾经肥胖的自己 高扬感慨万千 去年九月份 记者接到了高扬的求助电话 因为自己过度肥胖 妻子留下三岁的女儿 搬回了自己的娘家 到底是什么样的肥胖 能让一个家庭即将分裂呢 记者见到高扬后 确实让人有些意外 体重达到了三百二十七斤 我爱有母亲 减肥迫在眉睫 在记者的帮助下 爱心医院决定免费为高扬减肥 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 我的体重 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高扬更是拿出了减肥前所穿的衣服 您瞧瞧 是不是可以装下两个人了呢 我之前睡觉也不能平躺 就是坐着 几乎是坐着 我现在不但能平躺 还能深度睡眠 现在的高扬不光成功逆袭 更是挽回了一个家庭 然后我媳妇也是说 说的减肥了 你就他也是特别支持我 这回他也过年也跟我回家了 孩子也见到妈妈了 整个整体当中的身体的并发症 不下十种病 但是经过我们这么这段时间的中医中药治疗 他现在已经都恢复正常了 如今高扬可以出院了 他也对今后的生活有了新的打算 然后想找一份就是好的工作 然后把我这个把我家庭支撑起来 然后还我女儿一个就是圆满的家庭 感谢你们媒体呀 就都市新女报 也感谢西南交通海医院 都市新女报记者报道